我们要记住珍惜时光 有一家三口住进了新房 妻子见丈夫和儿子都不太讲究卫生 就在家里写了一条标语 上面写着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 都处自己的儿子和丈夫要讲究卫生 儿子放学回家 一看见标语 拿出笔就把标语的人人上加了一横 就改成了讲究卫生大人有责 第二天丈夫看见了 就拿出笔在大人上加了两点 把标语改成了讲究卫生 太太有责 所以人就是这样不停的在让自己缺点重复 又不能原谅别人 什么事情先怪别人 不肯怪自己 传统的中华文化讲 责任者先责自己 记住了一个手骂别人 三个手指骂自己啊 一个人要懂得不要去说别人不好 我们要多多忏悔自己的 这种手指引了 我真的可以把他的手指引了